最近消息带您老姐 汪建民在去年11月 检查出了肺腺癌四期 在今年的8月底 癌细胞失控 在检查时已经侵蚀了全身的骨头 在9月初住进医院 就再也没有出来 在昨天晚上病逝于医院 向年56岁 详情交给我们的记者 汪培华 培华请说 好的主播带你来关心 娱乐圈有一名艺人离开我们 汪建民在昨晚离世 因为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就被检查出肺腺癌四期 经过10个月的治疗 原本是说状况有好转 但还努力撑住病体付出工作 没想到到8月底的时候 癌细胞突然失控 在检查的时候 已经侵蚀全身骨头 9月初住进医院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在昨晚7号病逝于医院 享年是56岁 而汪建民的妹妹 也在脸书上发文证实过世消息 内文中写下 我是建民哥的妹妹 建民哥在10月7号晚间离开了我们 很感谢最后这段时间帮忙的朋友们 包含所有细心照顾的医疗人员 和社工朋友 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建民哥的朋友 也对所有被建民哥亏欠的朋友们 献上最深的歉意 这辈子亏欠的 让他下辈子再还给各位 也恳求各位高台贵手 给家人们一个空间 随着建民哥的离世 一切烟消云散 然后最后呢 他也感谢建民哥在这段时间陪伴他的女朋友 Joanne 说谢谢他在身边 不离不弃 让他承担了很多事情 在最后的时候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因为当初汪建民 在去年被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四起的时候 经过了7个月的化疗 其实癌细胞是已经扩散到 颈椎 脊椎 还有脑部 当时的体重更是减了12公斤 在7月的时候 王建民还在社群网站上 公开回应 表示自己会坚持下去 没想到如今 还是传出了二号 让许多演艺圈好友都非常的难过 那以上是 以上是目前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缓 彭内出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